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在生活中许多时候 当我们求助我们 遭遇危急时 总是会说出一句 天哪 仔细想想 这句话不是对自己 或是对别人说 其实这句话应该是对神说 也就是在基督教信仰中 我们说这就是祷告 祷告就是跟上帝在对话 因此基督徒的祷告 不仅仅是对神说 也会从上帝那里 得着平安耐心 来等待神给我们的回应 有一个故事说 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因丈夫外出工作 要再等一个礼拜才会回家 可是家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家里所能卖的也都卖了 能向人借的也都借了 没有人愿意再借给他们 这个妇人在看世绝境的时候 她坚定的向上帝祈求帮助 这使妇人想起 她妈妈所留下来的 一条亲手绣的手帕 就拿起手帕向上帝祷告 能赐下今日所需的食物 她就带着手帕前往一家面包店 老板一看到她 知道她就是要来借钱 妇人还没开口前老板就说 你不用说了 你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你就放在棒秤上 看看能换多少面包 妇人立刻从口袋中 拿出手帕放在棒秤上 老板心想 一条手帕能有多重啊 水手拿了一条面包一放 棒秤动也不动 她再拿一条吐司 棒秤还是不动 接连拿了好几条 棒秤还是仍然不同 老板急忙 就拿了个袋子 将棒秤上面所有的面包 都装入袋后 立刻拿给妇人 要她赶快的离开 这个妇人满心感谢的离开了 亲爱的朋友 上帝顾念我们的需要 今天的经文 在以赛亚书37章17节说 上主啊 求祢垂听我们的祷告 上主啊 看顾我们 愿我们在生命中 有一位像上帝一样 垂听看顾我们的神 保守带领我们每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文字幕志愿者 李平 gern notificati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注商